好不過就在立法院外 大批群眾集結在這個 反擴權法案的同時呢 在台海周邊解放軍也正在進行 所謂懲戒台獨的 立劍圍台軍演 只是沒想到 馬上就被看破手腳了 也太快了吧 竟然用模擬動畫嗎 不過也對啦 敏寬因為中國政府快沒錢了 解放軍真的要省點錢花 中國現在好多的公務人員 據傳都在減薪 想不到這次立劍軍演 大家想說共軍來者不散 散者不來 但大家就說奇怪了 最近怎麼都好像沒有看到 實彈的一個活動 因為兩年前各位都還記得 那幾顆飛彈 紛紛飛過台灣的時候 造成的一個震撼 但又起真的沒錢了 我們先來看第一段畫面 嚇死人啦 先跟各位說發生什麼事 整個發射飛彈的一個鏡頭 後面我們一看 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什麼 是動畫 我們來看 好恐怖啊 你看台北高雄跟花蓮 全部都被炸了 然後這一段畫面 這一段東風飛彈發射的畫面 過去十年至少用六次 同一個畫面嗎 同一個畫面 那我們不就好怕怕 真的 好啦好啦 沒別招了嘛 希望雙方也可以好好坐下來談 很多畫面簡單的說 過去都看過 連續剪剪貼貼 然後後面命中的鏡頭 各位直接秀動畫來著 也太省錢了 但今天 先跟各位說 這次的軍演來到現在是第二天 昨天星期四下午國防部已經確定了 目前包括了總長 包括了房長的一個部分的話 目前國防部已經確定了 第一級的一個命令 由國防部長來下制 來下 因為反制來下達 就是說我們只有遭受到攻擊 現在是可以來做整個所謂的反擊的 但沒有想到 你知道這兩天大家在封什麼嗎 封什麼 封錐拍照 拍什麼照 現在跟各位談這個是在墾丁 這是在非常出名的一個風景地區 可是大家突然間發現 這個是熊二飛彈 跟熊三飛彈的一個飛彈車 那好多民眾好親切 就一直擠一直擠 擠要擠過去 然後我們再跟各位呼籲 官兵目前在執行任務當中 你們可以遠拍 你們可以遠拍 但是請你們不要靠近來做打擾 所以目前我們可以發現 包括了南部包括了東部 飛彈車都已經出來了 又起除了飛彈車出來之外 我們來看 這個是目前台灣的鄭國之寶 這個是F16V 請注意 目前是全實彈戒備 空優的一個掛塞 而且過去F16V他的警戒 一般來說正常是4台 現在是一次10台出來 一次就是10台出來 好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是完全都在做準備 可是現在怎麼看中國的力劍演習 有點雷聲大 有點小 因為我們剛好跟各位說過嘛 兩年前是實彈發射 結果兩年前的實彈發射還飛過頭嘛 為什麼飛過頭呢 那個時候越過台灣 調到日本經濟海域的時候 日本現在不要散罷甘休了嘛 所以這次日本他們的判讀是 這次的力道 跟兩年前的力道它是不一樣的 那既然是力道不一樣的話呢 他們目前 日本媒體的一個解讀是 中共目前在施壓 但是他不想要升高對美國的緊張 所以目前很多人就模擬 現在這個模擬是在模擬什麼 是在模擬把你的能源線切斷 尤其仔細看 台灣旁邊不是有五條線嗎 金門跟外島旁邊有三條線啊 我讓你的天然氣 原油補給都進不來 這個就可以達到他們的一個目的了 結果沒有想到後面葛萊儀 葛萊儀呢目前他就推測兩種可能了 因為這次大家百思不得其撿的地方 請各位注意我們鏡頭來帶帶這個地方 是這個接近花蓮這一塊 這次花蓮這一塊特別靠近哦 已經靠近到接近只剩40海里左右 所以呢後面葛萊儀他就推判 有兩種可能 兩種可能是什麼呢 中國的船隻可能進入 距離台灣的海岸 大概24海里的一個臨近區 那我們之前又期的節目有告訴過各位嘛 他在切箱場 80撤退 60撤退 40越靠越近 然後越靠越近 越靠越近 然後對台灣周邊的船隻 進行所謂的一個檢查 然後呢目前呢包括軍事 包括經濟 包括外交一起來做 沒有想到呢他整個演習 演習到第二天而已哦 今天美國也出招了 今年是雙數年哦 所以環太平洋演習 現在正式宣布要開始了 那這次的環太平洋演習呢 根據美國過去幾年來的一個努力 我們現在在做的是什麼呢 聯絡友邦嘛 所以這次的環太平洋演習呢 又起嚇死人了 有29國 25000個各式的陸海工的軍隊 來到環太平洋演習哦 所以簡單的說 要跟中國來互別苗頭 這是第一件事情哦 但這是環太平洋演習 這是現在所有的台灣人 又在期待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直期待說 能不能去參與演習 或是以觀察員的角色 或者是以學習的角色在旁邊看嘛 那這次的演習呢 特別的多國 我們剛好跟各位說的29國嘛 連歐洲的德國 義大利都來太平洋演習哦 那台灣是不是可以參加呢 先跟各位說 已經宣布了 環太演習 即將要開始實施 但是目前國防部的高層 尚未確定 做幾個重點 第一個 想不到這次的飛彈 秀了整個動畫 所以目前來看 威脅不高 所以日本才會叛途 中國不想升高 對美國的緊張